哎呀 那 这位前两天 病很重 台长昨天给他加持了一天 他居然能讲话了 好几年都不讲话的 现在能讲话了 人家记者还能采访他 你看他还摸摸他妈妈头 像个老长辈一样 嗯 好了就这里吧 哎合掌 好 昨天什么都不知道的 懂都不懂的 话都不会讲的 眼睛发呆 好嘞 行过了吗就好嘞老妈妈 讲吧 他是1970年生的 疏狗 他是怀疑性精神分裂症扩张 什么怀疑了 就是精神分裂症 台长给他加持了两天了 他已经好很多了 脑子都听得见 你看看 他现在还敢偷偷看人呢 昨天什么都不知道的呢 嗯 很好了 嗯 你叫他讲句话 他好几年都不讲话 你叫他讲句话 三年多 三年多不讲话 台长昨天来了两天 叫他开口 叫他讲句话给大家听听 感谢卢台长 感谢卢台长 大家青年看见了没有啊 感谢官司因不上 大家看见吗 三年不讲话 台长昨天给他加持了两次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翁智涵 你会不会以后念经 我天天念经 吹牛 念两天 两天 昨天开始的 我告诉你 老妈妈 你来的时候 哭的那个样 跪在我面前 跟我说 救救你孩子 台长不跟你多讲话 我两天给他一直在加持 你看看现在好了没有 老妈妈 你应该好不好好念 我应该好好念 感谢 不要写 谢谢官司因不上就好了 像你儿子 我当时不是跟你讲吗 老妈妈 这个不是事情 我很快就会让他 什么都解决的 那我应该怎么念 你现在给他 全部在念八百张小房子 会越来越好的 明白了吗 而且他以后会对你 也会很好的 那他应该都念些什么经 他就要念心经 大悲咒 礼佛 还有姐姐咒 就可以了 姐姐咒 你以后问他呢 他以后身体稍微好一点 他会跟你讲 妈妈 我要娶一个老婆 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 听见了没有啊 罗大长 他已经是跟我说了 我也帮他找了 看见了吗 他已经跟他说 还要叫他帮他找老婆 我已经 你刚刚病好 你就想找老婆 你给我坐下去 我已经 我已经找到了 我已经找到了 是数码的 必须 好嘞老妈妈 让他病先弄都好吧 不要把人家师父也弄成精神病 他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 是吗 台长 台长师父 对不起 那八百章是 直接写他父亲的名字 还是写他妈妈的孩子 因为这两个都 给他 给他的 这样吧 给他名字的要经者吧 都 八百章 就给他的 好吧 给他念 老妈妈是丹麦来的 老妈妈 这次 没有白来 你儿子已经好了 老妈妈 你记住 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所有度你的佛友们 好不好 没问题了 好好努力 听见懂吗 你要好好地把病治好了 把你身上的灵性离开你了 对不对呀 台长一念一动 你就可以找一个老婆了 说谢谢台长 好了 谢谢台长 你看 给台长 帮他找老婆 他马上谢谢台长 师父 傻劲 师父 你看他干嘛呢 你看 傻劲不傻出 好了 下去吧 谢谢 我问你 卢台长 他找了一个女的 他愿意来 能行吗 行 行 行 那个1978年生的 在哪里呀 从那个东北 老妈妈 你记住我一句话 现在不要 他身体先好 不要给他找啊 不要害人家媳妇啊 不要害人家孩子啊 他愿意来 他信的佛 我知道啊 因为你在丹麦嘛 人家当然愿意来 他信 你要是在黑龙江 你看他 你那嫁到你去不去 不是 老妈妈 你什么都不懂得 不开智慧 好好你 你心惊了 哎呀 你儿子把他取到丹麦来之后 人家就跟人家去卖了 不跟你儿子卖了 听得懂吗 哎呀 台长这种说实话的人很少啊 好嘞 老妈妈 请你下去 他信活的 好嘞 好嘞 你在这样大家不开心 一鼓掌 你就接到人家去场了 老妈妈 好嘞 听话哦 老妈妈先把孩子病医好了 再给找媳妇 谢谢南无大自大悲 救苦救南观世音菩萨 谢谢卢俊恒台长师父 我很激动 ciao